第一定律,象牙筷定律,殷州王即位不久,命人为他着一把象牙筷子。贤臣其子说,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,要配西角吃碗,白玉石碑,玉碑肯定不能成野菜粗粮,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,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格短衣,住茅草漏屋,而要一锦绣,乘滑车,住高楼,国内满足不了, 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其真一宝。我不禁为他担心,一第六定律,全大西主定律,清末全臣袁石碗,为大清帝国宋乐中,人称全大西主。 蒋静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,其遇下之术是,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浦系,立方黎米系,正学系相争,各派彼此争斗,前志,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,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,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,云云。 早年读过的书,印象十分模糊了,几千年的中国历史,有一个难解的结,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,那就是全大西主,第二定律,兔死狗烹定律,月王勾剑,为报仇血恨,卧薪长板,精神非凡。 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,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,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,成就大业之后,一个被杀,一个逃跑,杀文种的时候,狗剑说,你教我灭无七种方法,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,你那里还有四种,把他带到先往哪里去吧。 狗兔死,走狗烹,非鸟尽,梁宫藏,敌国灭,谋尘亡,自古患难一共,富贵难同,此前,发迷曾规劝文种,非鸟尽,梁宫藏,狗兔死,走狗烹,月王为人长景鸟绘,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,翻离之志,显然高过文种,终能免于一死,兔死狗烹这样的事,历史上不断地重演,人为什么会是这样? 患难一共,富贵难同。第三定律,包围定律,权力越大,包围就越厚,鲁迅先生认为,猛人躺能脱离包围,中国就有五成得救,先生因此想做一篇包围戏论,讲述包围脱离法。 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,我那时就很悲观,鲁迅也如范离一样,是中国最聪明的人,居然想不出好方法,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,上班乘公交车,心想,答案就在这里了,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。 围绕着权力,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场。各种一有所图的人,都会在拳场中,向着权力中心做定向移动,于是就有了包围。 包围是客观存在的,在我们中国,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。 第四定律,敌戒定律,敌戒定律是指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个人,虽然敌人对于我们来说都希望,没有但是敌人会让我们不断地找出自己身上的不足,小心行事,借交借道努力的超过敌人比敌手更强,从而自己更加的优秀更加成功。 然而,如果没有了敌手,我们的警戒心,一下子就松懈下来了反而容易失败。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,其词为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,富含者理,是一篇奇文,转路如下,皆知敌之求,而不知为意之由,皆知敌之害,而不知为力之大。 秦有六国,精精以强,六国祭除,淡淡乃亡,尽败楚焉,泛文为患,立之不徒,举国造怨,梦孙恶脏,梦死脏絮,要时去矣,无亡无日,智能之之,由足以威,审今之人,曾不失思,敌存而去,敌去而武,费被自营,知亦被遇,敌存灭祸,敌去照过,有能知此,到大明波,成病恪寿,官状死报, 纵欲不戒,匪于衣帽,我作戒施,私者无救,第五定律,彭党定律,各朝各代都有彭党,帮派,彭党现象的社会根源,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,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,例如《红楼梦》中贾王史靴,四大家族,互相以持,结为势力,更有皇亲国妻,达官贵人,彼此回户,构成一个不杂体系, 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二,亲不见书,后不见仙,有规有局,一个人利于社会,并非是孤立的,在他们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,亲戚关系,同学关系,师生徒关系,战友关系,同事关系,朋友关系,帮会关系,志同道合,何趣味相投的同志关系等,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,聪明的人运用得好,前途无量,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,都能看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,就像一只只勤奋的蜘蛛,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略,因为网略越大,越结实,不惑的就越多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,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,十分自然,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,以历史上权大西主的事屡见不鲜,楚成王儿子伤臣,逼迫成王自杀,吴国公子光派专注自杀王辽,西汉末有王莽篡汉,近有八王之乱,三国时期有曹操等等。